就在几天前的CES 2021展会上 英特尔宣布将为玩家带来全新的桌面级11代酷睿处理器 虽然在架构方面有了不少新变化 但仍然采用的是14纳米 所以还是传统艺能 虽然牙膏不用力挤的话还会往回吸 然而英特尔方面似乎对此有预感 所以早早就泄露了12代酷睿的部分消息 那么下面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不知道英特尔方面是被苏妈的Zen3打怕了 还是自己在偷偷的发力 在2020年认识没有什么大动作 仅仅只发布了面向于移动端的11代酷睿 虽然表现尚可 但依旧避免不了AMD的强烈攻势 市场份额一调再调 市场占有率从2016年的80%跌到了如今的60% 比AMD仅仅多了20%左右 要知道曾经的英特尔可谓是全面领先AMD 不得不说近段时间的英特尔是真的难 目前可以知道11代酷睿采用了全新的AVX512指定机 并且还首次集成了XE架构的核显单元 支持与独显并行计算等 而定位于旗舰的酷睿i9-11900K 其IPC同频性能提升了19% 单核锐频更是达到了5.3GHz 而饱受玩家诟病的2666MHz的内存 也升级为了3200MHz 但由于仍然采用的是14nm制程工艺 就而导致了7核心数量 从10代的10个核心减少到了8个核心 从中也可以看出 1N2确实没有牙膏在挤了 就只能把牙膏倒吸了 然而这种做法 就只能迫使等等党继续等待下去 直到12代酷睿i问世 而最近关于12代酷睿i的消息 也是铺天盖地 据VideoCats介绍 12代酷睿i9的核心代行为Order Lake 将采用10nm的制程工艺 隶属于第二代X86混合架构 最高规格高达16核心224线程 同时还集成了GoldenCove大核心 和GraceMont小核心的大小和设计 并且还升级为了LGA17X槽 搭配600系列主板使用 除此之外 由于采用的是10nm的制程工艺 Intel也将弥补之前的所有缺陷 提供两套可变的PCIe方案 同时支持PCIe5.0x8通道 或者是两个PCIe4.0x4通道 并且有可能还会兼容PCIe3.0设备 另外内存方面也会升级到DDR5 然而更令人兴奋的是 目前12代酷睿i的基准测试 已经出现在了Geekbench 5的数据库中 各地数据显示 Order Lake架构的LED级指令级缓存为32KB 数据缓存为48KB L2级缓存为1.25M L3级缓存为30M 但在频率方面 12代酷睿i的表现就过于夸张了 其中基础频率仅为1.38GHz 但加速频率却达到了恐怖的17.6GHz 难不成这次全力真的要感谢Intel了 反正到仅仅是工程样品测试 所以应该只是识别有误 至于性能方面嘛 单核得分996分 多核为6931分 同样也远低于当前处理器的正常水平 不能看出这份数据的真实性 还有待考究 但基本的规格参数应该是准确的 毕竟隔壁AMD 5nm的Zen 4 也是同一时间段推出的 也就是2022年 不然到时候又没办法和苏妈竞争了 至于谁会抢新首发PCIe 5.0技术 就要看谁的进度更加顺畅了 最后无论是Intel以后的酷睿产品有多么强悍 要想和以前一样彻底压制AMD的话 目前看来基本上不可能了 另一方面是AMD确实在不断进步 另一方面的确是Intel做减资浮早晨的 谁让它挤了这么多年牙膏呢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ey强 我们下期再见